为什么 这是正宫被小三和老公家暴的画面 是什么原因 让女子默默承受家暴二十年十九 还要给小三习做饭 常女士在被连续施暴两天三夜混死后 仍坚强醒了过来 照片中可以看到身体大片无情溃烂 两条大腿上散落斗大般的血色原点 是烟头灼烧刘晓来的痕迹 时间倒回到2017年8月15日 常女士和自己的女儿找到记者进行求助 当记者看到48岁的常女士以后 都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这个女人不仅面色蜡黄 身上还全部都是伤痕 就连走路都是颤颤巍巍的 在讲述她25年的婚姻经历时 女人泪流满面 她两个孩子今年都20多岁了 可是由于他们父亲的残忍和无情 这两个孩子至今都无法成家 其实在结婚以后 他们两人就因为性格不武和经常吵架 甚至还会动手打常女士 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 她的丈夫就因为抢劫案进入监狱 直到十年之后才被释放 2013年常女士就陪着丈夫去天津创业 那个时候他们的家里已经很有钱了 可是成某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妻子 还会动手打骂自己的妻子 不仅如此成某还把常女士囚禁起来 落手她的手机 就像奴隶一样生活 每天都要给丈夫和她的情妇洗衣做饭 在这期间 常女士几次祈求丈夫不要动手打自己 希望能够看在20多年的夫妻情分上放过自己 但是她的丈夫不仅鞭打还鞭骂 在这期间她的丈夫几次三番地把她打晕 甚至晚上的时候不让她睡觉 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 木棍 扫巴棍 打折了就再拿心呢 成某经常带着情妇出去玩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但是却不让自己的老婆出门 在这样的绝望之中 常女士最终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逃离了这里 可是没想到成某在发现 常女士逃跑以后 经常来到她娘家门口对她的家人进行辱骂 甚至还会动手打常女士的家人 面对成某的威胁 常女士感到非常的害怕 她不敢去医院治病 只能逃在家里相机 后来还有一次成某竟然带了一群地痞流氓 在常女士家门口闹事 在这样的恐怖威胁之下 常女士的娘家只能打电话报警 可是派出所的警察来到现场 也没有办法处理家庭矛盾 在警察离开以后 成某再次带着刀和地痞流氓 来到常女士的娘家门口进行威胁 常女士的女儿对自己的父亲失望 自己和哥哥从小就要经受父亲的打骂 而且他的哥哥还被父亲逼迫着去打工 给他的父亲还债 当他的哥哥因为打工腿肿了以后 他的父亲不仅不给他的哥哥看病 而且还骂他的哥哥 所以常女士的女儿一直希望自己的母亲 能够赶紧和父亲离婚 逃离父亲的魔掌 常女士的事情被媒体曝光以后 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很多人都认为常女士丈夫的行为 已经威胁到了常女士的生命 公安部门应该尽快处理这件事情 由于常女士被家暴的行为 发生在天津打工期间经过两地的协商 最终这个案件由天津警方立案处理 8月22日上午 内县法院批准常女士的人身保护令 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圆满结束 当女性遇到家暴的时候 不要感到害怕 要勇敢地进行反抗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当这些女性遇到第一次家暴的时候 就一定要果断地选择和那个 对她实施暴力的男人分手 在常女士这个案件中 常女士几次三番欣然的行为 都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推向深渊 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很好的家庭环境 而且还连为常女士的孩子 也生活在家暴的阴影之中 我国针对家暴案件 也出台了很多明确的法案 就算是遇到了家暴行为 也不要害怕 也可以及时向有关的单位 还有妇女组织进行求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